觀眾,Chan Chan,想問你2343,太平洋航運,你愛股 他說,換主席怎麼看?其實他四個二有貨 他說美國減關稅再推遲,我還沒留意到這個消息 他說航運股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呢? 其實怎樣叫做比較大的跌幅呢? 真的不太適合,你說一隻股份升了那麼多 一年初至今跑人的市那麼多 譬如今年大概只有環球股市 就算現在近期大一點也不是特別帥 就是大家很多時候投資了NPF 在港股也好,美股也好,都是在輸錢 就是大問題2343,你看今年年初至今由2.4升到4.2 已經是差不多接近倍升,七十幾八十個巴仙了 那究竟會不會下跌很多 就算下跌到3元,幅度也不是很過分 但是當然那裡又下跌到3元 10天、20天、50天線、100天線 那些常用的平均線一口氣穿了 或者不是一口氣,都分別穿了的時候 那行業是出現一些很大的根本性變化 但是問題就是出現這個個案是 可能環球經濟衰退 什麼都死,恒指韓國那些萬五點 跌三成,都不是特別跑輸大事 所以分別就是說 會不會突然間2343這些位置大跌 我不知道大家大跌的想法是甚麼 但是會不會突然間跑輸的市場很多 以它目前的估值水平 航運業的運價狀況、盈利能力 現金流上似乎機會就不大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幾強的股份 40天、20天線 4元甚至3.8元這些位置 機會甚大 所以問題是你是不是需要斷炒的 其實你不是近期才去追 所以到這一刻拿了2343你坐得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分清楚自己的態度是甚麼 就是如果你近期才去追 現在穿10天線你就走 再找機會買回來 你高追也是打算破頂而已 破不了你就投降 短炒就是這樣 出出入入 找一些可能比較便宜的手續費 令你降低你的出入性不斷炒 但是如果你說 問我這些股份看法上面正面的 都是說有個穩定現金流 但是在航運業上我近期反而比較喜歡的 我覺得比較直接受違反近期的環球主體 但是沒有所謂分別不大 就是不要看得太短線 所以太短線2343、316那些全部有機會回 但問題是我覺得不會回得很深 除非你在近期才高位才去追 好,他四個二入2343 那道理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四個二入 我不知道是隨正前還是隨正後 隨正前你收到額色 現在捱下價不問題 不算數很多 但是你近期才去追 開始穿10天線 那你就先避開一避 那你當它再上10天線 才再追回 短炒就是這樣 那有沒有必要客人說 跌下來 整個跌落 然後再上回去 炒股票不是這樣的 因為你在市場上 你不知道消息變化是怎樣 可能真的步入環球經濟衰退 那你就變成了 然後再追到最高位的時候 就是追了一些之前強勢的相關股份 我覺得2343你要硬守 我這一刻給我的意見 其實你不肯短炒 你不能夠有個很彈性的出入 那是應該捱下去的 但是你問我 譬如我們這個節目開始追詐股 現在給一個追詐股的答案 可能每分鐘這些黑酒 上分四個二樓上又要再追回 所以2343特別是一些交投 不算特別密的股份 你短炒本身是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也不代表你穿完十天線 你可以無事去 所以我覺得你問我短炒 你四個二這些位置追了 這些位置要想投降